聽學修歷史的數學都會代表什麼 OK 填充時這個題目不錯 我不會用什麼特殊的解題技巧來撫弄你 我們用最基本的想法慢慢去處理就好 我們看看這個題目 他說有24顆相同的糖果 來把它畫起來 有24個 相同的糖果 相同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對吧 好 分給三個小朋友 他的要求有兩個 第一個要求畫起來 每個人都要有糖果 分給小朋友每個人都要拿到糖果 不可能有人沒拿到 第二個要求比較特別 小民要拿到幾顆 基數科 請問知道什麼是基數嗎 13579 糖果不會有負的 小民拿負一顆這很奇怪 這不符合邏輯對吧 我們可以再用色 來寫一下 他有三個人 我們假設小民拿幾顆糖果 給一個代號吧 你們喜歡用什麼代號 叫X 小民拿X 另外一個人叫小滑 小滑 小滑拿幾顆糖果呢 小民拿Z顆 SYZ 大家分享一下 請問你該怎麼做呢 小民拿的糖果的數量啊 加上小一拿了糖果的數量 對不對 再加小滑 SY加Z 問題要檔了多少呢 總共幾顆糖果啊 24顆啊 對不對 是不是把他寫成這樣 S加Y加Z 講個24啊 這沒有問題吧 好 然後他說每個人都要有糖果 每個人都要糖果 那就代表X要怎麼樣 大於檔於1 Y呢 大於檔於1 Z呢 也要大於檔於1 不過這題目有個特別要求 他說小民要拿什麼顆 基數顆嘛 所以這個X是什麼數 是基數 它是基數 所有人用的條件 我全部都寫出來了 好 那你告訴我 這個題目你要從哪裡寫進去 從哪裡寫進去 X寫進去 因為X是基數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討論一下 第一種情況 我先想看要不要用表格來寫 畫表格好了 我就畫表格可以 這畫表格有時候蠻清楚的 這X X Y Z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先從 我們不要一次考慮好幾個人 我們先鎖定X的身份 X是基數 所以X先從誰開始 E E X嗎 S是1 好 如果小民拿一顆 我現在鎖定小民拿一顆 小華跟小一也至少要拿幾顆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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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那你就想 我現在有24顆糖果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人先發一顆 我的糖果都長一樣 對吧 糖果都長一樣 一人先發一顆 保證每個人手上都有糖果 這個時候我問你 我24顆糖果 先發給每人一顆 減3 剩幾顆 21顆 21顆 好 那這21顆糖果你要做什麼 你要把它分掉 沒有嗎 因為全部的糖果都要分給小朋友 對不對 可是這21顆糖果要分給誰 可不可以分給X 不行 不行 因為我現在打算 X慢慢的去考慮不同的情況 因為現在X是1 接下來等一下我要考慮X是什麼 3 1 3 5 7 9 對不對 慢慢的寫 所以我現在只能限定說 小民就拿一個 那這21個糖果 其實我接下來要分給誰 Y跟Z 對不對 你說老師可是他們已經都有拿一個 沒有關係 先保證他手上的糖果 剩下的糖果 你要怎麼分都隨便 反正只要每人手上都有就好了 欸 21個糖果分給Y跟Z 你覺得方法有幾種 2個 欸 是這樣嗎 糖果都 一樣喔 分給Y跟Z 你覺得第一種情況是什麼 Y全拿 Y全拿有21種情況 啊不是21種 就一種情況 然後Z拿幾個 0個 0個 這樣是不是一種 然後再來 Y拿20個 Z拿幾個 1個 0... 21種 然後這裡0個 21個 好 請問 請問這種情況有幾種 對 這種情況有22種 對 這種情況有22種嗎 不是數學不行 這是一個算是有點程度的學生才會問的問題 因為剛才周哲言說 老師 21個糖果 阿不是分給兩個人嗎 每個糖果有兩個選擇 所以答案應該是2的幾次方 21 2的21次方 好 可是糖果不一樣 對 你現在可以仔細的再重新思考一次 為什麼不能寫2的21次方 一樣 對 因為它糖果是一樣的 對 糖果是一樣 糖果一樣跟糖果不一樣 處理方式自然有所不同 你如果覺得21顆太多 你可以先考慮兩顆就好 你把兩顆一樣的糖果 或兩顆不一樣的糖果 去想辦法分配給他們 你就可以看出那個中間的差異 好不好 那這邊就不多講 你說老師 那這樣子代表說 這裡有幾種 這裡有22種情況 對不對 22種情況 如果用高中數學課本教的方法 這個叫做相同物 21個相同物分給兩個人 我現在幫你回覆一下 高中數學怎麼快速的處理這個問題 21個相同的糖果 這裡有21個 對不對 對不對 分給兩個人要切幾刀 我們課本是這樣教的 就是要用板子 分給兩個人切幾刀 一刀兩段啊 切一刀對不對 切一刀會隔出左邊跟右邊兩個空間 左邊這個空間就給Y 右邊這個空間就給Z 這樣書就分完了 課本的講法說 這個叫重複組合 可是我們也不去背什麼數學的東西 我們就是用切幾刀 或者說用板子去隔出幾個空間 來 21個糖果跟一個板子 對 21個糖果跟一個板子 做直線排列 每一種排列的方式 都會對應到一種 把糖果分給Y跟Z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總共22個東西做直線排列 是不是應該22階 然後我的球 應該講球也可以啦 糖果掌一樣 除以幾階 21階 所以方法有幾種 22階 你看跟你用小朋友的方法去想 答案是一樣的 對不對 沒有錯答案是一樣的 好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好不容易才處理完 小明拿一顆的情況 有22種 Oh my god 我們現在來考慮 小明如果拿三顆 這兩個人 是不是至少也要一人先拿一顆 免得他們等一下沒有分到 那這樣子 24顆糖果 我現在發幾顆出去 這三顆 一顆一顆啊 不是五顆嗎 所以24-5 請問我還剩幾顆糖果 剩19個糖果 19個糖果 我還要分給Y跟Z喔 對吧 你知道X已經不能拿了嗎 你說我說X如果是五個 五個是後面的事情 對吧 19個糖果分給兩個人 這糖果都一樣 方法有幾種 其實你可以用到這個想法 是20階 除以幾階 19階 答案有幾種 20種 你也可以慢慢想吧 對不對 用剛才這個圖法練剛好方式 來這個方法有幾種 是不是20種 我再寫一個其實你就會抓到它的規律喔 考試一般來講不會為難你 就是 它不會出到什麼 就是喔那個很複雜的問題 就是它 一定 中間有一些什麼pattern 有一些什麼規律啦 來 如果X是五的話 來請問你 他拿五顆 這兩個人至少一人一顆 欸 我24個糖果先發幾顆出去 七個 那我現在還剩幾個 24個糖果先發七個出去 對不對 那還剩幾個 17個對不對 好那17個再分給Y跟Z 所以這邊是幾階 18階 除以幾階 17階 是不是有人不太懂為什麼要這樣行 因為課本是這樣教 17個相同的東西 要分給兩個人 一刀兩段 切一刀下去 所以有17個糖果掌一樣 跟一個板子 做直線排列 有18種幾個 所以你看這裡有幾種 這裡有18種 其實你寫到第三個 我覺得你應該就可以 把這個題目做個收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 我問你喔 這是22啊 你有觀察到規律嗎 加多少 加20 再加18 來請問你 你覺得下一個會是誰 你覺得會是誰 這數字有沒有規律 22 20 18 13 57 你覺得下一個數字會是誰 當然是16 對不對 不信的話你算一下 再來是誰 14啊 就圖法列坑就好了 再來是14 再來是12 再來是12 再來是8 再來是6 再過來是4 再過來是多少 2 其實當你在討論的時候 同學應該可以考慮最後一個情況 我要講慢一點 大家就互相了解一下 像這類型的問題怎麼做 最後的情況是什麼 你說 21 對 就是這裡他拿到21顆 這裡一顆一顆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為什麼他最多只能拿到21顆 為什麼不能是23 23顆的話 對 23 你要拿一顆 23加2 25 靠邀我只有24個糖果而已 你超過我沒辦法給 對 對吧 所以你在討論的時候你會緊繃 你的那個叫什麼 你的討論的鏡頭最多最多只到21 那我們就數一下 1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有11個情況 所以你看這數字是不是有11個 1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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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算一下喔 雖然當然你考試要仔細算喔 22加18是多少 來問阿貞好了 一貞你說 22加18多少 22加18 8 20是10 18 30 40 22加18不是40多 對40加20是多少 60 這裡這兩個加多少 30 60加30 現在有90 90 90加這個10 100 這裡20 所以現在有120 6加4是多少 10 所以有130 再加2 答案是多少 132 對 132 沒有錯 本題答案是132 有沒有覺得這個題目非常的 有點熟悉 因為其實這個題目是課本的問題 不過我想我們猜這個題目也不錯啊 如果他考出來這也是蠻好的 我們往前面看喔 我看看我來猜猜看喔 什麼題目會考呢 來你翻到填充第七題 慢慢帶你做齁 來填充期 這個題目設計的相當不錯 這個題目設計的很棒 我很喜歡這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我給予高度評價 出這個題目相當不錯 你可以仔細的去品嘗一下這個題目 到他設計的那個巧思 好不好 這個第七題喔 他跟你說A是什麼數 A是整數 你可以把它畫起來吧 你考試的時候 你可以用你的筆 把一些key sentence 或key word 把它畫起來 A是整數 有一個二次不等次 你看喔 他考二次不等次 還不考什麼 好 高次的對不對 只考二次的 s平方 減8s 再加上A 小於檔位率 恰有什麼東西 恰有 五個整數減 好 就是說你這個x的範圍算出來喔 在數線上剛好可以cover到五個整數 好可以cover到五個整數 這樣子的A一定會有一些限制 對不對 不是什麼A都可以 他說請你把那些A通通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把它通通加起來 請問答案是多少 我希望跟同學互動 這個 我總不能就自己講爽的 來 你們會怎麼做這個題目 我問一下 問一下徐二凱 來 這個你會怎麼做 畫圖嗎 畫什麼 你說畫圖嗎 還是 畫圖 畫圖可以 如果你要用圖形的角度思考 那你就立 y等於什麼 y等於s平方 減8x 再怎樣 加A 好 那我問一下 如果你從圖形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 這個傢伙是一個什麼 對 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平方向係數是正的 代表它是一個 開口槽上的拋物線對不對 好 來 開口槽上的拋物線 來 我們就畫一下 反正 就 示意圖 ok 好 畫的不是很好 大家請見諒 好 你從這邊可以知道什麼東西 開口槽上或槽下的拋物線 它會有一個什麼軸 對 對稱軸 對稱軸其實很重要 來 對稱軸的方程式叫做什麼 其實它是配方的結果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建議同學要記 對稱軸的方程式是 2乘以1分之 負的負8 所以就是8 這個是多少 這是4 或者1分之負B 只是說現在這邊也比較重 A 對吧 許惠凱說 你說這個東西這樣可以吧 有沒有問題 好 然後如果你要這樣考慮這個問題的話 來我們看一下 你的A軸 在這裡 你這個是4 對不對 好 王左往右 要cover到5個整數 他說在這個範圍裡面要有5個整數結 對吧 小魚檔為0代表是什麼區 負號區 負號區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對不對 這個部分 這是你的負號區 你帶進去 是不是會小魚或檔為0 包含兩個邊界對不對 你懂這個意思嗎 這個範圍要cover到5個整數 5個整數 然後他圖形本身結構是對稱的 你覺得這個4是不是剛好在正中間 4在正中間 如果你往右 這邊應該是多少 這個是5 這個是6 然後4往左的話 這個是多少 3 再來這個是多少 2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cover到5個整數 你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是 可以 好 請問你7能不能在這裡面 不行 7應該要在外面 不能蓋到7 對不對 然後這個1呢 1也應該要在外面 不能蓋到1 對嗎 我們照朱凱的講法 我們如果用圖形去思考 這個題目好像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佑凱哥你告訴我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怎麼辦 貸進去 貸數字 貸什麼數字 A代4嗎 A代4嗎 AX代4 AX代4 我先問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把這個點的座標把它找出來 跟這個點的座標 能不能把它找出來 要怎麼找這個座標呢 其實你就令它擋多少 令它擋0 對不對 解這個東西 你說老師 可是它裡面有A 沒關係 有A我們一樣可以透過什麼東西 公式解 把它硬解 來 公式解的話 解出來這個是 2分之多少 負比加減根號 來判別式 判別式是誰 負8的平方 然後 減掉4倍的A 減掉4倍的A 出來也是這樣 對吧 然後這個東西整理一下 它會變成 2分之8 加減根號 8負8的平方64 64減4A 我們可以把誰提出來 可以把2提出來 這個提出來之後是多少 我看一下 是不是16 減掉多少 A 好 整理一下 這個會變成4 加減什麼東西 根號 16-A 懂不懂這個意思 對吧 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來 所以這個點的S座標叫做4加什麼 根號 16-A 0 0.0 如果你要寫它的座標 好 ok 0.0 然後這個點的座標叫做 4- 根號 16-A 0.0 沒有問題 這照你說的去做 對不對 這題目不簡單 我如果這個題目不太簡單 那同學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所有人看我這邊 所有人看我這邊 這個是就好像中心點對不對 加根號16-A 減根號16-A 減根號16-A 好像是往左往右去擴散 這個東西好像什麼的感覺 好像是這個是好像原心對不對 這個根號16-A 好像是什麼的概念 A對有點像半徑的概念 沒有錯 這個傢伙不能太小 為什麼 如果他太小的話 這個範圍 能不能蓋到五個整數 不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是這樣想對不對 這個數字如果太小 這半徑太小 這個是加減這個小小的範圍 不能蓋到五個整數 那不行 這個半徑能不能很大 不行 半徑很大 會超過五個整數解 簡單來說這個傢伙 他一定要被鎖定在某個範圍裡面 才會有五個整數解 好那你告訴我 這個傢伙要被鎖定在哪裡 是嗎 這個是半徑喔 這個是 你要注意喔 這個根號16-A 看一下 16-A 他絕對不能 他有沒有一個天花板 比如說他就是 一定要小於多少 對 他會小於3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4加3不就變7了嗎 你不能蓋 你不能碰到這個7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比3小對不對 你這段一定要比3小 OK 好 好 那他要怎麼樣 另外一邊要怎麼樣 4啊 怎麼樣 這個是2 可是這裡能不能有等號 可以 來你要注意喔 大於等於2 為什麼可以有等號你說 對 對 因為你等於的時候 是不是你看4加2對不對 你看 4-2 你看這個 是不是剛好就把23456 包含在裡面 就把它包進去 有沒有 好 所以你只要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你的A的範圍在哪裡 你看 他說要把那些可能的A都找出來 哇 這個題目 按照你的想法 其實是能做的喔 對不對 完全用圖形去考慮 非常好 好 那我們來解A的範圍 解一次給你看 兩邊平方對不對 所以16-A 會在誰跟誰之間 兩邊平方 3的平方是9 然後2的平方多少 4 這樣寫沒有問題 對不對 大家一起-16 所以-A 會在誰跟誰之間 4-16是多少 -12 9-16是多少 欸 -7 好 我們要算A喔 不是-A 所以大家一起乘-1 大家一起乘-1 會發生什麼事情 轉向對不對 你不要講變號 講變號有點奇怪 其實它是轉向 小於等於要改成 大於等於 小於要改成大於 這國中文有學過嗎 大家乘-1 -12乘-1是多少 12喔 然後-7乘-1是多少 7喔 就這樣子 對不對 就慢慢寫嘛 你不覺得這個題目設計非常好嗎 這題目很用心設計耶 這題目設計非常用心 A是整數 所以請問你在這個條件裡面 這個A有幾個 要比7大 A4乘8 A可以值8 9也可以 10也可以 11也可以 包括這個12也可以 有一些高手會摘在哪一個地方 你猜 12 有一些頂尖好手 很厲害的高手 他會忘記考慮12 為什麼你知道 他忘記這個地方可以是有等號的 他就想說 這個根號16-A就2點多嘛 對不對 他心裡就想說 他一定是2點多 所以他比2大比3小 他忘記說其實等於2的時候 4加2 4-2 這個範圍也是蓋到5個整數 他忘記那個等號的地方 真是太可惜了 對吧 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把所有A加起來 對不對 來A的總和 這些A都是可以的 把這些可以的A 通通加起來 所以就是8加9 8加9 加10 加11 再加12 8加9是17 10加11是21 再加12 慢慢算 17加21是30幾 38 再加12 38加12 這一題答案是 有10 有10 我現在好想要小鈴鐺 要用這英文 來你猜如果我可以用這英文一次 你覺得我現在要去哪裡 我要去那個大考中心 他們放口卷的地方 我要進去偷看那個數A 數B的口卷到底出了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他們題目都已經出好了 對吧 可是你一進去就有人敢得到嗎 我不知道耶 他們應該有一個類似什麼 密室之類的啊 總不可能24小時都有人在看吧 而且那英文是你想去哪裡 就可以去哪裡 對啊 不然為什麼叫那英文 不是啊 那叫那英文打開 就是進箱的那個 你都問你這個地方 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的話 你也可以去嗎 我們可以不要考慮這個問題嗎 應該真的太蠢了 沒有那英文這種東西啊 答案是50喔 答案是50 有沒有覺得你欣賞一下這個題目 你有沒有覺得 他這個題目真的出的不錯 而且有一些同學會栽在這個等號這個地方 這題目我是照你說的去做 可不可以做出來 可以 你用圖形 對吧 他說這個不等式啊 如果要小於等於0的話 對不對 要cover到5個整數 5個整數解啊 這x都是整數嘛 你看x是整數 是不是 23456 你一定要該到這5個人 一定要cover到這5個人 這5個人會落在你的負號區 小於或等於0 對不對 小於或等於0 這是你的負號區 好這一題結束 我們來看一個下一題 下面這個題目 適合數A也適合數B 他的前面那一題 來我們看填充6 來大家一起看喔 填充第6題 這個題目我覺得也很棒 來這個題目很好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站 這個題目說 在座標平面上 有一個三角形 叫做ABC 他也沒有跟你說 是什麼三角形 來我們畫一下吧 就隨便畫一個三角形 好不好 反正就是意圖 題目也沒給別 來我們自己畫 你不要畫那種 長得很奇怪的三角形 除非題目有講 長度跟角度 他沒有說你就畫一個 畫一個比較正常的三角形 對不對 A 三角形 ABC外有一點P 滿足底下的條件 來 AP向量是誰 這個叫座標表示法 AP向量叫做3.6 向量是一種移動的指令 請問你這個移動的指令是怎麼種 往右三個單位 往上六個單位對不對 你知道我意思 當然這個圖 只是個4E圖 我沒有真的畫 滿足題目條件的那種圖型 我們只是畫個4E圖而已 這是一個移動指令 他說這個AP向量 來你再看他下一個條件 這個AP向量是 AB向量 再加上2分之1的AC向量 先來一個專有名詞 請問這叫向量的什麼東西 把AP向量用這個加上這個向量 這叫線性組合 對不對還記得嗎 Ninial Combination 這課本有喔 請你要看課本喔 向量的線性組合 你可以用平行四邊形法則 或三角形法則去把它視覺化 我們現在先把AB向量畫出來 AB向量在哪裡 向量視覺化就是這樣子 一個扭向線段對不對 2分之1的AC向量在哪裡 長度只有他的一半跟他同方向 來畫一下 這個是2分之1的AC向量 現在這兩個向量加起來 向量的加法你會不會 向量的加法這考試很有可能會考 向量的加法會滿足什麼法則 這是物理實驗的結果 那個叫什麼法則 為什麼我畫不好 叫平行四邊形法則 我這樣畫有平行四邊形的Fu嗎 好 所以這個AP向量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來 這是我們的AP向量 好的 他現在跟你說 你把AP連線 他會交BC線段於一個點 那個點有個名字叫什麼點 題目說的 我們都一直在看這個題目 這個點叫什麼點 M點 好 他現在說 請你把這個AM向量 這個移動指令把它寫出來 水平方向移動幾個單位呢 叫做A 對不對 A如果是正的代表往右 A如果是負的代表往左 這個叫做坐標表示法 它的Y分量叫做B 請你寫出它的移動指令 對不對 他要求這個A跟B 然後他要問的問題是 請問100倍的A加上B會等多少 這個題目在考什麼觀念 同學你知道嗎 你仔細聽喔 我們這個複習 我們就抓一些核心概念 來 你看喔 請問你這個AM向量 它跟哪個向量是平行的關係 這個AM向量是AB向量去做什麼 深縮 請問是深還是縮 是縮 對不對 所以來 你就這樣寫 這個AM向量 它其實是AP向量去縮 對不對 縮短 這個縮短的倍數是幾倍 我不知道 給它一個代號叫T倍好了 它是T倍的AP向量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喔 這個是T倍的 AP向量是誰呢 題目說 它是AB向量加2分之1AC向量 來 你就把它寫進去 AB向量加2分之1的AC向量 這個叫向量的係數基 來 這個可以承開 承開是誰呢 T倍的什麼 AB向量加上2分之1T AC向量 現在就是最核心的概念喔 我能不能算出這個T呢 這一題只要把T算出來就結束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AP向量是誰 題目有說要刪到.6 我只要知道T是誰 我AM向量是不是就算出來 那我這個題目就破解掉了 重點這個T怎麼算 來 同學我問你這個T怎麼算 我們之前課本有教過 AB向量 AM向量跟AC向量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V點跟這個M點還有這個C點 對 這個叫什麼定理 這叫三點貢獻定理對不對 來 複習一下寫上去 這叫三點貢獻定理 寫一下寫一下沒關係 這叫三點貢獻定理 可能不會證明 不過這個定理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三點貢獻定理就是說 你把其中一個向量 當這三點貢獻的時候 你把一個向量寫成 另外兩個向量的線性組合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M點這個V點 這個C點三點是不是貢獻 這個時候保證會有底下的事情會發生 它的係數加起來一定等到多少 123的1 所以這個T呢 加上1t 一定剛好等於1 這課本的東西 這課本的東西 叫三點貢獻 反過來講也對 如果加起來是1的話 就可以去說明這三個點在同條直線上 以前我們會花一點時間去證明 但是現在你要用到這個概念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T能不能算可以 T加2分之1t是幾T 2分之3t 等於1 所以你的T是多少 T是2分之3 這個題目最核心就在這邊 我認為這個題目比較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你可能要知道這個定理 你才能繼續走下去 不過這定理是課本的東西 它也不算考到課外 T等於3分之2 那我們就帶回去 來請看這邊 AM向量 AP向量 AP向量是誰 題目有說叫3-0.6 好 向量的係數計 3分之2乘3是多少 你說 那是2啊 3分之2乘6是多少 4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誰 這個就是你的小A跟小B咩 所以你就發現小A是多少 2 小B是多少 4 要算這一題 太簡單了 這是2 所以這是100乘以2 再加上小B是多少 4 答案是多少 204啊 看一下可以嗎 答案是204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題目不錯吧 我們猜一下 是要重類型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考 向量它能考的東西其實很多 數位一定會比較偏 但是這個題目你會覺得 這數A、數B其實都能考 這個數A、數B其實都能考 不錯喔 這個題目不錯 我們再講一題給大家休息好不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下一堂課再講 看到2019年同一年的話 如果你往上看 來往上看 來這對方我拍這邊喔 往上看 我們來看一個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題目 我覺得這個題目設計很好 來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讚 這個題目比較適合數B的同學 比較偏數B 但數A有可能會考 但我覺得數B的話 如果你要考數B 你可能可以注意一下這個題目它出題的方式 他說有一筆數值統計資料 他已經幫你排序排好了 來第一個數字叫9 第二個數字叫做10 我把數字成交 再來是12 再來是19 再來是20 21 23 再來是誰 25 28 總共有幾個數據呢 9個 真的有9個嗎 數一下 123456789 非常好 他說這9個數字 我要拿掉其中一個數字 要有兩個效果出現 你把那兩個效果畫起來 第一個 算數平均數要變小 第二個 中位數要變大 那請問你 我拿掉那個數字是誰 你知道嗎 我們慢慢講 如果你還沒有拿掉之前 你可以算它的什麼東西 原本的 原本的平均可不可以算 可以喔 對不對 原本的平均數 可以算 還沒有拿掉那個數之前 我們也可以看出它原本的什麼數 這個題目不是問平均的 還有什麼 中位數嗎 我先把我們需要的東西先寫下來 把你想的東西寫下來 這樣你比較知道等一下你要做什麼 我們等一下拿掉一個數字 拿掉之後 要有什麼效果 來 中位數要怎麼樣 對 中位數要變大 然後平均數要怎麼樣 對 平均數要變小 好啦你說 原本的平均數是多少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算一下 就是9加上多少 9加10 再加0點點 考試如果覺得有需要 你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裡有28個數字 相加除以多少 除以9 當然你說老師 我考試有沒有必要算這個東西 如果純粹解這個題目 其實不用算 但是你知道你可以算對不對 有興趣你真的可以算一下 可以算出它的原本的平均數 好 請問原本的中位數是誰 你知道什麼是中位數嗎 中位數那個數B最喜歡考的 中位數是誰 中間那個數字 但是你的數字要經過排序 有經過排序 中間那個數字叫做20 來你把它空起來 原本的中位數叫做20 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來了 你要不要同時考慮這兩個效果 當然不要 你先考慮其中一個 來你先看喔 如果中位數要變大 你要把哪個數字拿掉 你覺得你要拿掉比20小的還是比20大嗎 如果你希望你的中位數變大 你要拿掉的應該是哪一個範圍裡面的東西 應該是拿掉誰 應該是刪掉90 12、19裡面的其中一個數字對不對 比如說我把19拿掉 這樣你的中位數就變多少 知道中位數是誰嗎 20、21加2 對 這邊有三個對不對 這邊有三個 所以就是20加21 相加除以2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如果中位數要變大 你應該要刪除的 是這四個數字其中是1 來我這邊寫一下 中位數要變大 那應該應該刪去9、10、12、19 其中之1 對不對 如果中位數要變大 你一定是砍掉這四個人其中一個 這樣你中位數才會變大 你不會砍右邊的吧 你砍右邊的你中位數會變小 對吧 懂不懂我在講說 還是你覺得把20砍掉 把20砍掉效果會怎麼樣 如果把20砍掉的話 這時候中位數怎麼樣 中位數沒有變 對不對 如果你是砍掉20的話 中位數沒有變 所以你應該去分析整個問題吧 你應該砍掉應該是這四個數字 其中之一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範圍縮小到 你只要刪掉這四個數字 其中之一對不對 好中位數變大 這件事情處理完了 我們來看 平均數要變小 平均數要變小 請問你覺得你要砍掉誰 你要砍掉的是誰 你砍的數字 越怎麼樣 越大 你的整體平均數會變小 會變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發現說 應該 三去 八 九 十 十 十二 十九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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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分析一下 同學應該會發現這個題目不難 所以我們最後答案是多少 你說 當然是砍掉十九 對不對 我覺得這題目出得不錯 他挺好的 這有些同學可能做不出來 有一部分的同學可能想說 到底要把誰拿掉 但是他考試他可以 就是可能就讀法令 剛剛慢慢說 那我砍他 我砍他 我砍他 慢慢算也是能做 好 謝謝各位 我們就先到這邊 謝謝子言 我們下一場再來 研究一下其他題目 謝謝 謝謝